今年,32名,NBA,球员创纪录,登上了福布斯世界100名最高薪的运动员,比去年同期的18名增加了近一倍,以下是福布斯对NBA最大的明星,过去12个月从从协业代言中获得的收入的估计,其中包括奖金和特许权使用费,基于与行业内部人士的对话。 1. 耐克尔乔丹,1.1亿美元,7.5亿元人民币,耐克,乔丹,乔丹虽然退役多年,但它仍然是篮球鞋市场的王者,的销售一直很软,但,业务依然强劲,截至2016年5月的财年,耐克乔丹的收入为28亿美元,比前12个月增长18%,乔丹耐克球鞋的净收入为13亿美元。 2. 勒布朗·詹姆斯,3200万美元,耐克·詹姆斯曾经说过,想要成为一个亿万富豪,耐克应该帮助他有一天到达。 詹姆斯在2003年进入NBA,以最大球鞋代言合同给了新秀,这项为期7年的代言最终支付了超过1亿美元。 有趣的是,詹姆斯当时的代理人亚伦·古德温也在为凯文·杜兰特2007年的协议,谈判了第二大新秀鞋类交易。 根据按詹姆斯的业务经理Mavic Carter的说法,詹姆斯在2015年底,与耐克公司签订了终身延期,这笔交易可能价值10亿美元。 3.凯文·杜兰特2500万美元,耐克·杜兰特与耐克的7年新秀鞋价值6000万美元,他还与2014年的运动服装巨头签订了10年的延期服务,价值高达3亿美元,包括百税。 4.科比·布莱恩特1600万美元,耐克·科比在退役时获得了新一轮的运动鞋。布莱恩特在中国非常受欢迎,它的运动鞋仍然是热门商品。 5.詹姆斯·哈登,1400万美元,阿迪达斯·阿迪达斯近年来需要多付额外的资金来吸引顶尖的NBA人才,并在耐克90%的篮球市场份额中脱颖而出。 那就是2015年8月,哈登加入三条文品牌,价值高达2亿美元。 6.史蒂芬·库里,1200万美元。 库里于2013年从耐克加盟的新秀篮球品牌,还获得了该公司的股权。 7.德里克·罗斯,1100万美元。 阿迪达斯在获得2011年MVP奖之后,罗斯是NBA最亮眼的明星之一,而阿迪达斯的鞋子销量已经准备飙升。 2010年,阿迪达斯为玫瑰提供的维基13年的协议。 8.达米安·利拉德,1000万美元。 阿迪达斯·阿迪达斯在2014年为景在NBA打了两个赛季的利拉德,提供了大合同,预计10年的合同将使他赚取超过1亿美元。 9.维德,800万美元。 李宁2012年,维德离开了耐克家族,为中国运动鞋品牌李宁,该交易包括维德,获得部分股权。 10.凯里·欧文,800万美元。 耐克11。保罗·乔治,550万美元。 耐克12。威斯·布鲁克·卡梅隆·安东尼,500万美元。 耐克·乔丹。 10.凯用님线兜偿, Parte 2.060万美元。 10.凯用器· persönмент开格ο advent防毒堂者ro wise利ya cess 돼요。 10.凯用器·bes Bugün期change联合格 Superman exit the Pangae alcoholic